所以來看一下課本141頁 我們這裡來講一下指數率 所以來指數率呢 我們說之前有教過啊 什麼東西叫做指數 那呢連乘基本上就是指數 所以呢我們說啊 如果你有連乘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叫做 數的乘方 數的乘方 OK 所以呢在分數上面呢 分數呢也可以乘方 所以呢來看一下第一個 我們說如果有一個東西叫做 A分之B 挂號的N次方 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A分之B 繼續乘以A分之B 繼續乘乘乘乘乘乘 來所以呢 我們之前有講過 分數在相乘的時候就是什麼 分母乘分母分子乘分子 所以我們最終會發現 這裡總共有幾個 A N個A 這裡有幾個B N個B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A的N次分之B的N次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那呢 所以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下面的立體 4分之3的5次方 就是4的5次分之3的5次 所以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確定齁 好 所以沒問題的話 麻煩下面隨堂練習 各位用30秒把它寫掉 對 30秒 OK 好 快點 快點啊 快點利用30秒把它寫掉 所以來在這裡他告訴你啊 7分之3的什麼呢 更正3分之7 3分之7的6次方 實際上就等於什麼 就會等於3的6方分之7的6次方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要會念喔 嘿 要會念喔 這個叫做3的6次方分之7的6次方 好 所以接下來 那呢 另外一個例題是什麼呢 負的10分之9 掛號的幾次方呢 4次方 所以其實在這裡 之前就跟你們講過了 連負數的次方 你都是這麼看 他這裡有負號對不對 所以偶數次方之後還在不在 不在 不在了齁 所以你這裡可以直接寫成 10的4方分之9的4方 OK嗎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這麼處理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 負號 掛給誰呢 掛給分母 或是分子 的其中一個 都可以 OK嗎 所以這個不難啦 再來142頁這裡 那我們說呢 如果A跟B是一個整數 所以呢 A分之B是任意一個分數 N為正整數 所以這個時候 來 A分之B的N次方 就等於A的N次 分之B的N次方 齁 所以142頁上面 黃色的地方呢 畫起來就好 再來 那以立題二這裡呢 我們呢 要來比一下大小 那呢 數的乘方 比較大小的話呢 來 那在這裡啊 我們呢 會發現 我們的一個數字 譬如說像 A A的N次 它有什麼特徵呢 齁 來 如果我們說呢 這個A呢 是一個大於0的數 但是呢 這個A呢 是小於1 那呢 我們會發現 A的N次方 會怎麼變呢 A的N次方會 隨著你的N變大 你的N如果越大 你的值 就會怎麼樣 越小 你的值 就會越小 來 所以舉例說明 來 像什麼呢 0.1的1次方 0.1的2次方 0.1的3次方 你會發現 0.1的1次方 叫做0.1 0.1的平方 叫做 0.01 所以是不是 它會越來越小 對不對 可以齁 但是如果你的A 大於1的時候呢 你的A的N次方 會隨著N值越大 就怎麼樣呢 你的值就會越大 所以 在這裡 你可以用2來做代表 所以2的1次 2的2次 2的3次 所以呢 你會發現 它的次方向 會隨著你的N值越大 就跟著越大 有沒有問題 所以昨天呢 有請各位 玩那個 Gio Gabriel這個東西 對吧 所以呢 你們有看到一個東西了吧 如果昨天有操作過的 就會看到那個函數 其實是這樣子跑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給你們的函數 叫做什麼呢 A的X次方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A的X次方的話 A的X次方等於Y的話 所以代表它不管怎麼樣 它都會通過哪一個點 它都會通過 0 1的這個點 為什麼呢 因為X為0的時候 Y一定會等於1 對吧 可以齁 所以當你的A大於1的時候 它的曲線 基本上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是A大於1的狀況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如果你這個A比1大 而且越來越大 它就會越來越陡 所以陡到最後呢 會發現它在這裡 好像一個直角 就衝上去了 OK嗎 那但是呢 如果你的A怎麼樣呢 你的A介於 1到0之間的話 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OK嗎 好 但是呢 如果你的A等於1的話 會怎麼樣呢 平線 它會是一條水平線 它就會是一條水平線 所以這條水平線是A等於1的線 OK嗎 可以齁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看出這個現象 好 所以來 那再來我們呢 很快的來看一下 來下面呢 142頁 來0.2的6次跟0.2的5次 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就0.2的5次 再來 2分之3的5次跟2分之3的4次 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2分之35次 所以這個笨蛋吧 OK 再來143頁 那呢 143頁 我們只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什麼呢 指數如果相乘的話 A的M次乘以A的N次 會等於A的M加N次 所以呢 指數相乘就是怎樣 底數不變 但是指數部分相加 所以這個怎麼解釋之前 也跟各位解釋過了 對吧 因為這個A的M次方代表 N個A相乘 這裡A的N次方代表N個A相乘 所以合起來總共有 N加N個A乘在一起 OK 好 看來講第三次 已經有人開始想睡覺了 哈哈 來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我們很快的來看一下 隨堂練習 隨堂練習 麻煩各位30秒把它解決掉 所以這應該就寫完了啦 所以呢 來 -24次乘以-23次等於-27次 沒有難度 再來1.2的平方乘以1.2的6次 所以等於1.2的8次 沒有難度 所以來 144頁也會得到一個概念 什麼概念呢 如果指數相除 所以A的N次除以A的N次 就等於A的N-N次 所以它其實就是用相除上下相消的概念 所以來直接看立體啦 直接看立體啦 直接看立體啦 所以在立體這裡1呢 來3的5次除以3的平方 就等於3的5-2 也就是3的3次方 好不難吧 好來 所以下面隨堂練習 各位30秒把它解決掉 齁 齁 對啊 昨天就寫完了嘛 所以來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知道 來2的5次除以2的1次 就會等於什麼呢 2的4次 齁 所以0.5的10次除以0.5的7次 就等於0.5的3次 沒有難度吧 好來 再來145頁 那如果乘方再乘方 也就是什麼呢 A的N次再N次 就等於什麼呢 A的N乘N次 對不對 齁 可以齁 所以在這裡我們說 3的5次再2次 就會等於3的10次 所以下面呢 隨堂練習呢也一樣 -7的5次再4次 就等於-7的20次 再來0.7的5次再3次 等於0.7的15次方 再來-2分之3的2次再4次 等於-2分之3的8次 不難啦齁 所以呢 再快一點 所以呢 來在這裡146頁 如果乘機的乘方 我們會得到 如果兩個數相乘 比如說A乘B的M次方 就會等於什麼呢 A的M次乘以V的M次 所以這個昨天也解釋過了 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來 -3 3分之2的6次 乘以4分之9的3次 它最終會等於什麼東西咧 來 那呢 你可以呢 直接把它打開來印算 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也可以把它合起來 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說 那呢 3分之2的6次其實就是什麼 負的3分之2的6次 它實際上就等於3分之2的6次 對不對 那呢 4分之9的3次 它其實等於2分之3的平方 再3次 所以它會等於2分之3的6次 所以當你呢 把這兩組數字呢 把它乘在一起的時候 這時候你會發現 3分之2的6次乘以2分之3的6次 它會等於2分之3乘以3分之2 再幾次 再6次 所以這個東西等於1 所以1再6次 有差嗎 沒差 還是1 有難度嗎 沒有 沒有難度 然後呢 昨天也跟你們講了 你也可以用展開的方法去算 對不對 所以展開的方法 你會發現 這一個底下呢 如果你把它乘在一起的話 你會發現這裡底下呢 第一個會這裡有幾個3 6個3 跟 6個2 而這裡呢 會有3個4 跟 3個9 對不對 所以 4消2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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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消2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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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消完之後還是1 OK嗎 所以呢 記住喔 比較高端的技巧是這一種 但是呢 可能會計算錯誤 比較低端的技巧呢 不會算錯 除非你計算錯誤啦 不會算錯 但是呢 它很浪費時間 有沒有問題 你們比較喜歡 那個 用指數率的方法算 還是打開硬算 打開硬算 簡單粗暴對不對 沒錯 可是 如果它的次方向太多的話 咧 如果我今天都出那種什麼 一百零幾次方的咧 一看就 一看就是打算逼你們放棄的 逼你們這種硬算派的人放棄的 這種題目一定會擺啊 這種題目一定會擺啊 這種題目一定會放啊 好了 所以來我們呢 接著來看一下 所以來下面這裡 隨堂練習 來2的7次乘以-5的7次 等於-10的7次 再來-2分之3乘以-5分之3的7次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 -2分之3的7次乘以5分之3的7次 OK嗎 這裡真的沒有問題啦 好 再來那開始呢 有一點點難囉 開始有一點點難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含有乘方的運算 147頁這裡 147頁這裡 來 那呢這裡呢 開始它會有一點 四則運算的東西混在裡面 所以老實說像這裡的題目啊 我會建議各位真的要多算 因為這裡其實就是 四則運算的東西 你就一定得練 所以來看一下 -2分之1的平方 除什麼呢 除以-3分之2的三方 沒錯 再來 有人已經有想法的 來 什麼想法 先把全部都變成 全部都變成 再來咧 先把 先把 先把部數換成正數 先把他們的 指數 算出來 OK 來在這裡記住 我們的基本規則還是一樣 先乘除後加減 有掛號要先算 所以指數 實際上是一種隱藏的 掛號 所以指數的優先權要擺在 所有東西的前面 有沒有問題 指數的優先權要擺在這裡的 所有的加減乘除的前面 OK嗎 有沒有問題 但是呢 既然優先權擺在前面 但是我們加速的三個技巧 會不會影響 不影響喔 加速的三個技巧還記不記得 數字越小越好算 計算符號越少越好算 數字越漂亮越好算 OK喔 所以一步就把它解決掉 一步喔 來 22 11 222 333 再來 333 444 來 然後呢幾個負號 一個 因為這裡 兩個負號所以等於沒有 這裡三個負號等於一個 好結束 對啊 負的二分之三的三次方 所以負號是不是有三次對不對 所以負負得證 對不起 比錯 負負得證 所以呢最後只剩下一個 OK嗎 所以呢你可以用這種方法算 有沒有問題 這種方法 當你覺得數字很小的時候 其實簡單粗暴的方法 沒什麼不好 OK嗎 所以呢如果我來看 我會直接說喔 那這個就是一次兩次 三次四次五次 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十一次 所以呢我會把它寫成 2的 11次分之什麼呢 3的 6次 然後呢 代負號 OK嗎 會不會太快 4次2平方啊 對啊 怎樣 因為它是除相當於成 倒數 OK 所以呢 一次就把它解決掉 OK嗎 如果要再慢一點的話 來 因為這種方法 其實是最貼近各位 國小剛上來的程度的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是最貼近各位的方法 來 但是呢 如果呢 我們要按照其他的方法來講 我們會怎麼寫呢 會寫成 二分之一的平方 乘以什麼呢 乘以 二分之三 掛號的三方 再乘以什麼呢 再乘以 二平方 分之三 掛號的什麼呢 三方 OK OK 然後呢 最後 再乘以一個什麼呢 負一 把負的拉在最後面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在這裡做了什麼動作 把負一 對 我把負的拉出來外面 所以在這裡 分母 二平方 幾個二 兩個二 在這裡二三方 幾個二 三個二 所以合起來五個二 對吧 所以再來二平方再三方 所以幾個二 六個二 所以五加六等於十一 所以二的十一次 在這裡 一 沒有用 再來三的三次 三個三 三的三次 三個三 所以 總共幾個三 六個三 所以三的六次 掛號 OK嗎 所以這個是接近各位 國小上來程度的做法 這個其實才是指數率 試著運算 想要各位會的東西 來 這個簡單粗暴很好懂 來 這個 會卡住的舉手 會稍微卡住 來 第一個 負的二分之一平方 直接切成二分之一平方 沒問題吧 再來第二個 除以負三分之二的三方 直接變成成導數 成二分之三 掛號的三方 而且同一時間 把它多出來的那個負號 提出來 因為我喜歡看正的 男生都喜歡看正的 對不起 道德不正確 來 來 所以呢 廢話 女生不是也喜歡看帥的嗎 對 所以 來 好啦 安靜啦 所以在這裡呢 把負號拉出來 你比較好看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再來 那呢 四分之三的三方 在這裡 要動一個小 動一個手腳 為什麼我要把四變成二平方 因為它大家都有二 對吧 那四本身就是二平方了 OK嗎 四本身就是二平方了 所以我用這種方法 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不用到最後我還要去想一下 這個四到底是跟誰有關係 我不用再對這個四做因式分解 OK嗎 我不用再對它做因素分解 我打從一開始我就先把它分解掉 OK 所以接下來就是什麼呢 接下來這一個東西就是 二平方乘二三方 乘以二的平方再三方 這一個是什麼呢 一平方乘以三三方 再乘以三三方 第二個 要有強大的指數率的基礎 才有辦法用 OK 所以指數率你要練到很熟 到這裡才不會開始卡住 OK嗎 所以指數率不是只有前面講的那八條而已 指數率最後面它跟四則運算混在一起 它還是可以用 因為不要忘記指數的本質是什麼 它的本質就是乘法 那如果它跟乘法有關 它就可以跟除法有關 因為除法就是乘導數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再來看一下下面的這個題目 隨堂練習 這個你們大概要花兩分鐘吧 來 所以一百四十七頁下面 請各位寫一下 寫完了 等一下 所以一四七 對一四七已經寫過了 來 所以到這裡 這一種型的有沒有問題 來這裡會卡住的舉手 來會卡住的 你們大概還要再練一下指數率的基本運算 至少那四五條基本指數率要會 而且要會到滾瓜爛手 你在這裡你才有辦法跳過來用第二個方法 OK嗎 像隔壁 隔壁有一個小朋友還不錯 程度不錯 天賦也不錯 但是他計算上 的習慣就是 還是國小的 還是國小的 他的計算的邏輯還是用國小的那一套 所以題目他會 但是他時間絕對不夠行 我就不講是誰了 一個小女生 我知道 對啊程度不錯 可是就是 還沒有 他還沒有調整好他的習慣 對啊 調整好的話 我只有教你們班跟隔壁班而已 我教一二班而已 對啊 誰 誰 對啊 有沒有 真的是李文藝嗎 程度不錯 他算是 對啊 程度不錯 但是他的計算習慣還是 國小的 他還沒有換成國中的計算能力 所以這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你們也一樣 OK嗎 好 好了 所以來我們很快的看一下下面這裡 147頁下面這裡 所以第一題答案1 第二題咧 第一條1 對啊 水長練習啊 第一題答案1啊 剛剛就在那裡啊 第一題答案不是就在那裡嗎 1啦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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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頁 來 水長練習第二題 第二題 來 負四分之三的 五次再兩次再除以負四分之三 昨天也跟你們介紹過這一個題目 有另外一個解法 來 沒有啦 沒有那麼快啦 因為這個地方很重要 所以要回頭講 負四分之三的幾次 在這裡 我先講 你們呢 有些人 國小上來 會有一些 帶著國小的 壞習慣 還有一些國小題目 那種很醜的恐懼感 比如說要算圓 你們就會想要 掐死老師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次都要用3.14 對不對 可是其實上了國中 來 我先講 因為國小數學要逼你們用3.14 是要模擬你們 要訓練你們的懲罰 三位數懲罰 但是那其實是有點智障的行為 不過那個就算了 那是國家真誠 那就算了 但是上了國中 你們基本上不會用3.14 你們會用一個代數叫做 拍圓周綠 去取代他 好 所以 在這裡呢 我先講 以後我兒子 讀國小 大概到你們 以前 大概 五年級吧 四年級 四年級 開始要算圓 五年級開始算圓的時候 我就會叫我兒子寫拍 錯了就錯了 錯了就錯了 老師說你錯了 那就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必要浪費生命 在那邊算3.14 掛掉就掛掉啊 掛掉就掛掉 一個數學的真理 不會因為 考卷考零分 它就變成不是真理 OK嗎 以前老師 尖叫我寫拍 對啊 因為老師自己也不想算啊 所以 我甚至會直接跟你們講 那個 直接計算機拿出來按 因為你真的寫那3.14 是浪費生命 怎樣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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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很慘 就罵很慘 就這樣子啊 因為 因為國小 它有時候它要求的東西不一樣 國小 國小要求的東西 有時候會讓你的思想僵化 可是你會守住那一條規矩 OK嗎 可是它遵守規矩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有一條更好更快 更好走的路 更快的路 你還是會去繞那一條遠路 因為那個叫做習慣 你的習慣被養成就很難改 李文友就是這樣 李文友就是這樣 李文友 他的計算能力沒有問題 然後反應速度也都挺快 理解程度也很高 但是他在算的時候 他就是不會想到要用 我之前講過的加速的三個技巧 他不會想到要用 他就是標準的先乘除後加減 有掛號要先算 所以像這個給他 他大概會喜歡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要把它弄死的話 只要把這個次方向提高到20、30 20、25、30 然後一體就可以耗掉他大概6分鐘 然後就會花掉很多時間 所以我會跟你們講 有些時候 我們在出題目 在設計題目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出一些基本題 什麼叫基本題 數字小好算 只要你基本規則懂 你就有辦法寫出來的題目 還有些就是要 真的要特別模擬你的 計算能力 要你強迫你要走那一條快速路線的話 就會把數字放大 數字放大 如果你邏輯正確的話 然後你的技巧有改變 你就會很快算出來 但是如果你邏輯正確 技巧沒改變 你就會算到哭出來 一題可以耗掉5、6分鐘 這樣子寫不完 OK嗎? 然後這種題目一定有擺 我跟你們講 60分裡面的題目都不會有這種類型 我就說了60分就課本席座題 課本席座的題目都在10一下 我就不會出到超過10的啦 OK嗎? 所以我跟你們講 課本的東西要會啊 好嘞 好安靜啦 來 所以聽清楚囉 所以這個技巧很重要 在國小程度 你們有些人看到分數就覺得好可怕 看到圓周率3.14就好可怕 看到就不想算 懶得算 在國中程度呢 你看到這個分數 你還是不想算啊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不要忘記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 國小跟國中最大的差別 一樣的數字 長得很醜 你不用管它 就算它再怎麼醜 你還是可以處理它 你只要把它當成一個代數就好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用這種方法 叫什麼呢 累得 負 四分之三 等於 A OK嗎? 所以呢 就是把A假設成四分之三 把四方之三 把負的四分之三 假設成 A 所以假設成A之後呢 這個原本的式子 就會變成 A的五次 再兩次 去除以A的九次 所以最終它只會變成 A的十次 除以A的九次 所以它只會等於A 所以最後呢 再把它還原回來 所以它等於 負四分之三 還是你比較喜歡 十個負號 九個負號 最後只有 一個負號 再來這裡呢 有 幾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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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呢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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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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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6 8 10 過頭了 來 然後呢 這裡呢 乘導數的話 這裡9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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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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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4 5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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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醜 但是相同的數字把它用一個代數去取代它 這個技巧叫做代數代入法 代數代入法 OK嗎 可以齁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凡是那種長得很醜的數字都可以用 所以呢 像這樣子我就可以出一題什麼 123分之122的124次方 哇 一二三分之122 來 喔對了 我順便講一個很妙的東西 來 來 來 我先講一個東西 來各位 你們有沒有發現所有的數字都有一個特性 它是數字 任意相領的兩個數字 除了跟一相領的以外 任意兩個相領的數字 彼此之間必定 互值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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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把它出連續的數字去弄死你們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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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弄死你們還先講咧 來 OK 對啊 任意兩相領數字 彼此之間一定互值 你找不到不互值的喔 再來148頁之類 那呢 乘方的四則運算 來 那呢 在這裡先來看一下 乘方的四則運算呢 它的基本規則還是一樣 先乘除後加減有括號要先算 好 所以呢 記住啊 大體上基本規則是不會有影響的 大體上基本規則是不會有影響的 哎呀 所以在這裡看一下 來 它這裡呢 立題八來 3的0次加3的平方 乘以2的4次加上2 所以來 先乘除後加減有括號要先算 記住 次方它也是一個隱藏的括號 所以像這題該先處理誰咧 所以來先處理次方 所以我們處理次方快一點 來 所以在這裡第一題 3的0次加3的平方去什麼呢 乘以2的4次加2本身 所以先乘除後加減有括號要先算 那這個時候先處理誰呢 先處理這兩個 跟這兩個 OK嗎 所以你處理完之後就會發現 這其實就是1加9 乘以什麼呢 16加2 等於18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等於180 好結束啦 OK 這樣啊 對啊 就這樣啊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 攪完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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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最後來看一下範例9 範例9 範例9 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的 存儲法 所以再來一次 來 這裡 再複習一次 來 全球人口 7.8 乘以 10的9次 台灣人口是2400萬 所以2400萬 換算起來 來 2400 00 00 來 所以2400萬 你要這樣子寫對吧 個子 千萬 百萬 千萬 2400萬 所以2400萬你要這樣子寫嗎 當然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說 它可以寫成2.4 乘以10的幾次方 來 在這裡 小數點往前挪 所以挪 1位 2位 3位 4位 5位 6位 7位 所以它這也是10的7次方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 不要忘記之前教的技巧 指數的 更正 科學記號的 乘儲法 尤其是儲法 請把它當作分數來處理 所以 當作分數來處理的時候 數字部分歸數字部分處理 科學記號的部分歸科學記號的部分 所以它就會是2.4分之7.8 去乘以10的平方 OK 所以呢 這裡呢 算出來就會是什麼呢 3又什麼呢 3又24分之0 2.4分之6 66666 OK 好 所以4分之1 所以大概就3.25 乘以10平方 所以呢 10平方之後再退一下 它其實可以直接寫成325倍 OK嗎 有沒有問題 所以前面交的到這裡才開始考 所以來下面這裡 新冠病毒來 所以呢 就寫武漢肺炎就好了 來 所以呢 全球經濟下滑 所以每個人要發2千塊的振興券 又來了 撒幣 大撒幣政策 來 撒幣 來 那呢 人口呢2千4百萬 所以要準備多少錢來發 來 所以一樣喔 來2千4百萬 剛剛已經寫過了 2千4百萬是多少 2.4乘以10的七次方 再乘以多少呢 2千 所以這個2千不是2千 這個2千是什麼 2.4乘以10的7次乘以2乘 10的3次 所以接下來還是一樣 數字歸數字 科學記號歸 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 所以2.4乘以2等於4.8 再來0的部分 10的7次乘以10的3次等於10的 好結束 OK嗎 所以這個叫做政策買票啊